消防員就使命必打抵達現場 消防員工時長加上工作壓力也十分大 今人傳出護國神山台積電 也以高年星向他們招手 導致不少消防員紛紛出走 局警察在農曆年後 共有四名的消防人員離職 轉換跑道至台積電 這更代表著我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每一個消防人員能力都相當的優秀 打開珍財網輸入關鍵字 果然看到消防值缺 台積電近期大舉擴展 在北中南部都有開發計畫 為了讓新廠房順利通過安檢積極珍財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一般消防員月薪大約六萬 通常會再加上約一萬九的加班費 如果挑到台積電薪水 可以談到原來的一點五倍 原本是兩千四副大隊長的話 可以談到年薪三百五十萬 還有近一百萬元的獎金 三百六十萬就是一個平均值 基本上是原本月薪的一點五倍 消防員跳槽到台積電後 多半擔任消防工程師 五年的年薪就相當於消防體制內的十多年 只是工作壓力也不小 從審核方變成送審方 負責消防安檢送件 身份轉變其實也沒想像中的輕鬆 對此台積電回應 為了強化廠區的安全 確實有招募消防的背景人才 但有些消防員覺得不失任離開 也有人為自己留後路 再回到消防局 衝回救護團隊 知情消防員也透露高心下的誘惑 如果的確有不少壓力要承擔 就看自己要怎麼選 華氏新聞音樂團王誠意綜合報導 華氏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